有朋友想要知道這個機關盒的 比較詳細的說明 現在拍一段影片來解說 正常狀態當中它是拔不出來的 然後被一個東西擋住了 那我們要必須寫才可以 拉出來 都這個角度 在每個角度的話都不太一樣 有往前傾往後傾 角度可能根據它的內部的一個 銅片的比例 有不同 那機關在哪邊呢 這幕片看到內部構造非常簡單 大家看出什麼端倪了嗎 這邊有間接的地方 這間接的地方是有銅片 這邊有個 鐵 鐵 小鐵絲或小鐵柱 穿進去 然後穿到一個銅片 半圓形 那半圓形的話 它的左邊的話可是有樓空 右邊是石心 所以照常狀態不平均 所以水平狀態的時候 它會往一邊傾斜 當你在傾斜的時候 整個銅片會跟 木頭的這個 上緣平行 就形成個通路 有沒有看到 然後傾斜的時候 你現在搖動一下 它就不見了 另外被傾斜的時候 它就出來了 好像一個擋住的門 一個小鐵片 那我們的 木盒的話 下面有個小小的木 木片 它凸出大概 2到3厘米 會擋住它 這個小小的這個木片 就會擋住它 插進去 擋住它 那我現在再做一次示範 理論上 這樣是插不進去的 甚至來說 有時候 這一點點是可以插進去 但這樣進去就無法插進去 無法密合 一定要非常的一個 平整才可以進去 那怎麼辦呢 往前起 敲一敲 讓那鐵片 滾動 接著插進去 放水瓶之後呢 這鐵片 回忽一個 凸出的狀態 那小木片擋住 就把它出來了 就形成一個 安全的盒子 有上屬盒子 那這怎麼辦呢 我們稍微傾斜 有上屬盒子 有點耐心喔 換一面方線 弄得比較順暢一點 那這木箱合有分 右撇子跟左撇子 剛才右邊會比較順手 好 謝謝你的觀賞 觀賞